黃建維6月捲入咪兔風暴 最近又遭暴在酒吧 對人妻下藥侵犯形像是跌落谷底 他也有參與演出的台劇 《八尺門的辯護人》13日舉行查會 究竟會不會刪除他的戲份 導演也給出答案了 建維的角色後來 可能會因為時事的狀況逃生嗎 呃...完全沒有耶 其實有一個小說文本在那邊 所以基本上 呃...所有的人物 大概八九不離十都跟小說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考慮其他人 那後期的宣傳的方式 因為原本就有朋友見鬼還是... 其實大家假如我真的有看小說的話 他的角色本來就是比較配角的 那...至於說宣傳怎麼安排 因為我沒有參與行銷 他們這種決策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會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出現事情發言影響的嗎 完全不會耶 不知道耶 其實我們已經做完了啦 所以是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不會再學我了 不會再學我了 我們完全不會 對啊 主要還是以把這故事講好為主 這日你的工作跟你去道歉 會有什麼事情發言 沒有耶 我們沒有對別人太講的那樣 對...對... 對...我們就不講 對... 不過你開心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那個逸臣他最近又派了一些會倒的氣 海浪跟... 女海派 派一陣地中跟陳宗欺會結婚 那希望你們有沒有考慮什麼時候要結婚 真正結婚 不要再欺騙 在八指門裡面我已經結婚了 在八指門裡面我已經結婚了 我們期待你現實生活中也來結婚一下 那可不可以不要在半夜的時候 把父母想要結婚了 我們希望在白天的時候 小蛋哥都很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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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開完八指門都很早睡 作息很正常 小蛋哥都 running 你一直在走 小蛋哥都在睡 白天 有開玩笑 感谢观看